回答這題,2318的中國平安,64元買的這個中途 他就說當時沿著上升軌走,就看到走勢很漂亮 但去到高位,他就沒有錢賺 他說現在前景怎麼看呢? 他說如果大股市康復的話,這股份有沒有機會反彈呢? 我想看看市況是什麼原因地好 現在市況繼續衰下去,除了烏蛾局勢之外 你不要忘記就是內房的問題 你也都不容忽視,剛剛說碧桂園那些 又插進去,旗下那些華夏幸福 你猜真的沒事嗎? 所以如果你之前是,你看過圖,因為有個上升軌 而去買的時候 但我覺得這一刻 其實最主要不是猜什麼數字 我覺得任何 trade,你要很 logic 地去追 就是很有理性地去炒 如果你之前因為上升軌 而去買的時候,上升軌穿了 那你就不應該再去買 你等它有條新的上升軌出來的時候 你才再追 相反你這一刻,位置首 你最多就是覺得它跌得很殘很殘 業績上面應該沒什麼問題吧 這樣的心態去買的 但是問題就是業績如果一不OK 一聲就出現50元 到時候就只會更尷尬 所以這一刻你如果繼續握住 你就要以50元來做止設位 50元你握住,那當然隨時會輸多4% 差不多接近 7-9%左右 我沒有計算多少 Exactly,但有你的幅度 你要想一下自己輸不輸得起 輸不起了 那就分階段走 我們不會說建議死渣難渣 那所以這一刻就要平暴 沒有什麼利好因素,等運到 那這種形式這樣去炒股票 我覺得沒有意義 好 好 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